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台湾本土疫情在二十几三十几例 上下来回 那为了拼降级解封 防疫以及施打疫苗必须同步进行 今天传来买到疫苗的好消息 就是台积电和鸿海永龄基金会 于10号凌晨与BNT疫苗的代理商 中国上海复兴医药完成签约 将购买一千万剂的疫苗来台接种 德国BNT执行长对此表示 很感谢能提供台湾人在欧洲生产的疫苗 不过今年初只因为新闻搞的用词 就采购破局 那为什么这次能够成功呢 郭台铭半夜发文感谢北京 让这次的采购回归商业谈判 没有任何的指导或干涉 那这不就代表台湾买不到BNT 就是中国在卡 那这次的采购合约有什么关键点呢 台湾政府买不到 民间企业就能买 中国就不干涉 那这是白手套模式吗 三方各有坚持各有妥协 所以能视为单纯的采购吗 还是根本高度的政治敏感 蓝军还一直批判 政府采购不利卡疫苗 那现在一些人的贴文呢 就感谢郭董了 那怎么不感谢台积电呢 忘了吗 不过签约买到不代表马上有限货 这批疫苗何时能够到货 赶得上九月开雪吗 那今天是原定为解封的时间 原本希望给餐饮旅游业一线生机 没想到地方县市 纷纷逆时钟 不开放餐厅内用 但是蓝衣又批评啦 中央甩锅地方 这就奇怪了 有权让你决定又不敢开放 那中央不开放 又说饿死比病死的多 尤其双北疫情是关键 台北市信义区爆出贵解确诊 套房一传六的案例 信义区成了热区吗 林佑昌 郑文灿 都批台北市疫调不精准 柯文哲还在准备选总统吗 民众党的支持度上升 国民党剩18%创新低 如果是这样 柯文哲不就继续拼总统 那台北市民 台湾的疫情如何解封 经济又该怎么办呢 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再次是资认美田 邱明宇 大家好 是资认美田 吴国栋 大家好 再次是我们的贝易将军 这个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 再次资认美田 王时期 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政治评论员 李正浩 以及连线 这个林静颖医师 先来关心上海复兴医药 昨晚宣布和台积电 鸿海的永龄基金会签约 将授予一千万剂的BNT疫苗 鸿海以及台积电 今天都发布重大讯息证实 周日下午 陈荣才说要大家近代好结果 当晚上海复兴医药就宣布 他们已经和台积电鸿海签约 证实两家公司买了一千万剂 BNT疫苗 还提到疫苗将被台积电 和鸿海捐赠给台湾地区 疾病管制机构 台积电和鸿海也各自发布重讯 捐赠金额各约美金 一亿七千五百万 并提到这属于重大天然灾害之 公益性质捐赠 将提公司董事会追认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周日凌晨1点33分 透过脸书指出 他很欣慰终于能给社会大众 一个交代 一完成相关合约签署 但还要努力催促 到货时间和到货数量 这批一千万剂BNT疫苗 进口价三十美元 包括仓储费用 约三十一到三十四美元 由于疫苗是德国原厂直送 标签评生必须重新制作 至于抵台时间 传出最快九月 会有一百五十万剂抵台 十月到十二月间 共可到货七百五十万剂 剩下的疫苗 则于明年第一剂抵台 好 台湾正在拼疫苗的覆盖率 能买到疫苗是好事啊 那为什么之前会破局呢 那现在就能够买到呢 好 我们看到这红海的 这个创办人郭台铭 他就说呢 这批一千万剂的BNT疫苗 是德国原厂直送 不会出现不避害的字眼 每季的价格大约三十美元 感谢北京对此次的采购 没有任何的指导跟干涉 我们的行政院发言人也说呢 我国参考日本捐赠台湾模式 台积电跟红海呢 我由香港复兴购买 BNT原厂呢 需要出确认书 确保这批捐赠的疫苗 原厂制造 而且直送台湾哦 先请敖明玉 我们说之前这些疫苗大厂 不是说都跟 只跟政府接洽吗 那这次为什么民间企业出面 就能买到呢 说穿了啦 这个你看到还是这个契约上面 大家这个蜘蛛必较 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搞这么久 那我就去问了一下 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契约的部分 那目前为止 就是今天也正式公布了 我们会有两项的契约 一个是所谓的采购契约 另外一个就是捐赠的契约 采购契约上面呢 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红海跟永龄是所谓的出资方 那委托玉利的这个公司 这个是我的买方 那卖方的部分 确定目前契约上面 就是会只有香港复兴 对 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合约上面 就完全不会有出现 我国政府的字眼也不会有出现 这个中国官方的字眼 甚至连BNT原厂的字眼都没有 BNT原厂也没有 也没有 但是香港复兴 我觉得连上海复兴都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合约 看起来就是要降低 所谓的政治 因为就把它变成商业的合约 那那个就是采购契约的部分 那回过头来 就是说台积电 或是鸿海把这个契约签 签回来之后 再用捐赠的模式 捐给中华民国 卫福部疾管局 那这边就是有正式出现 我们的这个官方名称了 那刚刚大家说买的价格 就是三十块 三十块美金 这个都是在合约上面有的 所以你说这个合约 从契约上面来看 确实他现在这次 就是想要把他完全降为商业模式 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把政治性降的比较低 那就我来说 为什么这个合约谈这么久 就是因为合约上面 你还有时候会出现上海复辟泰的字眼 那你的复辟泰 就是会就是说台湾地区什么复辟泰 这个还是会有一些政治敏感的部分 那所以我知道说这个政治角力蛮久 所以为什么当时就是实际要进来的时候 大家叫他暂缓 因为你知道这个合约 有很多方都要来沟通 当然我们的政府单位 所以我们政府单位没有签在上面 可是你整个合约有涉及到我们的我国的权利 跟义务 所以我们的政府一定要看得很仔细 那你看鸿海的律师 然后台积电的律师 永林的律师 如果说 然后再加上上海复兴的律师 BNT原厂也要来看这个合约 你要是当时的磁濟再加进来 哇塞 你的合约要看到何年何月才会进来 所以才说我们先把台积电 跟永林的模式建立起来之后 你磁濟后来你要再加进来 就會順着SOP走 会比较快 那你说这个政治层面部分 确实 他其实我觉得郭董这个有言外之音 他说要感谢北京 对这一次的采购 没有任何的指导跟干涉 那你把这个话反过来看 就代表说你之前 从头到尾都在干涉 就从头到尾都干涉 这次确实是 就是大家的压力太大了 那你这个 你上海复兴 为什么当时就 为什么一直要来卡 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卫福部 要去跟德国原厂买的时候 你为什么上海复兴老是要出来阻挠 那不是就是中国官方在这边指手画脚 在那边指指点点吗 对啊 那所以这一次北京终于放手了 所以北京没有任何的干涉 才让我们这次的合约 可以顺利的签下来 那我最后要讲是说 其实你今天合约签下来 这是第一步 大家蛮开心的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货吗 对啊 对 就就我的了解 可能大家听了心都会冷一半 大概要到九月底 十月货才会来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天啊 这是最快 是不是 最快是九月底 那我相信很多民众会跟我有一样的疑惑 你七月不是今天就签了吗 那为什么要这么快 这么 要这么久 要是九月 今天七月 你要两个月才会到货 对 我其中一个没搞 就是你契约签了之后 你才开始做标签 那大家觉得说 那个标签不是很快的 就硬硬硬的就好啊 没有 那个标签是特殊的标签 是 特殊标签 你要用特殊的胶水 特殊的胶水 要-70度的那个特殊胶水 而且所有的标签都根据各个国家都要特质化 所以你知道我们七月采购下了之后 到下标签 标签要做多久 标签要做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标签送到了德国 BNT在帮你做的时候 做好了标签 你才开始做疫苗 疫苗要经过静置 再加上检验 还要再做四周的时间 所以前前后后 几乎快要在两个月了 所以你知道等到真的第一批来的时候 为什么最快到九月底 要到十月多 我们才拿到货 所以这段期间 但是必须讲了 今天签下来一千万的 这个BNT合约 确实对我们的疫苗市场 是打了一个强心针 很多人也在期待 对的确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 买到签约到 不代表你马上就能够到货 这是两回事 所以说这也是给很多 之前的政治人物给打脸 什么国际 什么有限货等等 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买到跟到真正到货 还需要至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以上 所以从这个当中 刚明也说了 这份合约就是希望能够降低政治 但是现在看起来 其实是高度政治 来 杰明哥 我们看到这个合约当中 包括就是说复兴实业 向台积电鸿海委托玉利医药 出售一千万剂的BNT 再由买方捐赠给台湾 地区的疾病的管制机构 那外界就在想说这个台湾地区的疾病管制机构 有没有矮化的问题呢 再来我们就说原来呢 这个我们跟这个所谓的上海复兴 也不是跟上海复兴的 签约是香港复兴的 而且其实鸿海跟台积电 也不是真正出面买 还委托玉利医药 所以这感觉上 是不是白手套 还要挂两层吗 当然在我们医药上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买方必须要有 要振你就是像之前我们曾经有有一件事 其实台湾有家厂商 也差点是买了三千万剂 也是厂商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国家来买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有一个 拿到执照的一家公司 来做签约的主体 来降低双方面 在所谓合约旅行过程的风险 你有一个中间厂商 他来做这个过滤 所以当然这时候 玉利就很重要 那也是证明一件事 当时郭董所期待的 台湾某一家上市公司 事实上是不行的 还是要玉利 那当然这件事 比较特别的事情 是有比较让人家意外的事情 是真的我觉得BNT有施压 因为上海复兴 他自己本身就是 在挂牌一家大公司 基本上他应该很乐意 用上海复兴的名义来表示 我是具有代理权 但是他选择用香港复兴 表示他们一定是承受来自于BNT 很大的压力 才从上海赶成香港 所以就证明一件事 BNT可能在当地也德国政府 也给他一定的压力 要求把他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很特别的 因为一般来说上海复兴 他就是要上公司 我直接就发表我的看法 我哪里需要再透过香港 这也就是他希望 总代理是说是上海复兴 让他让香港 等于是他的子公司去签约 这非常特别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应该这么说 像BNT就直接BNT 他不会说这个BNT日本BNT 或者是美国辉瑞 把他说是这个假设辉瑞在印度有生产 印度辉瑞签约 不会 他们自己本身就总代理 他们就会自己签约 所以这部分可见 这部分一定有来自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说这个事情 我们就想赶快处理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比较关键的事情 是BNT是不是想卖呢 那当然BNT的这个老板就说话 他说很高兴为台湾民众 提供来自欧洲工厂生产的新冠疫苗 这件事某种程度 又打脸了这个上海复兴 因为上海复兴一直强调什么 强调说这是他跟BNT一起研发的 但是很抱歉 这件事通不了 所以再次证明一件事情是 上海这个德国BNT 也意识到这件事情 他们要直接的处理 这是第二个很关键的事情 第三个关键是 我们刚才讲这台湾地区 我觉得上海复兴家这句话 某种程度在我们 一般在写合约的时候 不会特别去把什么 标示什么哪个地区 我给你一个代理权 你就去卖 那特别标示这个地区 明显的事情 中国其实还是希望 在你过程当中 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让你写台湾地区 可是其实我们说的 老实数在下方 我们矿的上面 下方的才有趣 这地方他有讲到 最后还是要台湾的政府 使用来获批 而且要捐赠完成满足 表示这个不是单纯 从这句话来看 这不是单纯的民间来买的 这是必须 因为刚才主持人有问小玉 说这个民间买得到吗 不民间绝对买不到 你一定要符合三个要件 第二你民间一定要这个大家认同的所谓的中间代理商 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当地政府对于这个疫苗 他有百分之百的就是免责条款 所以你不可能不摆离这个政府的 第三件事必须这个疫苗过程当中 政府有提供一个叫做紧急授权 三件事缺义不可商业复兴的理解 所以他在这次对他们的这个股东的这个 因为他这是公开 在我们知道上次贵公司 在中国跟台湾一样 你都不需要有个公开的这个 发表你的这个内容 而且他想到这内容必须实在 所以呢这他内容就很实际 所以就要说对对对 我们其实还是要台湾的一个认同 那这句话你加进来 所以那个台湾的政府的角色 或者说双方政府的角色被隐藏起来了 是但是他在下方 这合约当中还是会点出 他一定要提 这不能不提因为合约这边是要保护BNT 不是保护上海复兴 因为这要最后是BNT出的 所以BNT为了保护自己 他一定也要台湾政府出具 获证完之后 接受台湾紧急授权的所有免责条款 所以我们最近的谈 到底疫苗取得困不困难 我们看这个图表就知道 你看我们是去年11月跟这个AZ签约 我们是今年的大概2、3月 跟这个Modora签约 你看到到现在7月9号 我们不含国产到货率只有10.86% 我们签约这么久 那更不用说COVAX到目前为止 给我们十几万而已 我们中国买了将近快五百万剂 所以只到10.86% 你可以知道市场上的现货有多么短缺 那你说为什么它可以证售呢 是因为他们本身像日本自己有生产AZ 而且它这1亿2千万支 到目前为止其实供应量 它是总共1亿2千万 到目前为止供应量也不过在一千万剂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今年五月份 日本跟这个AZ签完约到现在 也是只有10%而已 所以我们真的要决心 不是说今天谁买到谁买不到 而是市场上就是缺货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就没有现货就对了 对 就是缺货 因为之前科幣说什么 买国际现货 我们这个数字看在加拿大 心里面都快崩溃了 因为加拿大 第一个当时美国送我们这个 就莫德拉收加拿大就开始 觉得送这么好 为什么拿的是别的 这第一点 而且有些快到期了 第二届是加拿大买的 天文数字的数量 到现在他们到货率也差不多就有 二十几个百分点 所以这就我们可以看出这件事情说 整个全球在抢疫苗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BNT疫苗 真的比较晚到台湾来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忧虑 因为这就是现货市场的现实 这就是事实 而且说真的 今天的重要考虑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把实际数字出来 我先给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一周最大能量 最大能量就是打一百万剂 你说可以多打一些 我们的能量就是一百万剂 那一百万剂 一周就一百万剂 四周一个月就四百万剂 到了七月底 我们就是八百万剂 那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到货量是这个七百零二万剂 买卖讲就是打到月底 大概八月初 所以今天八月就只要有国产自购 所以整个流程上面 台湾其实是按着步骤 步骤的去打 也不用太强调说 BNT比较晚到 事实上你的能量就是这样打 所以我们现在供应的状况 其实是符合我们现在能够施打能量 这次台积电以及鸿海能够跟这个BNT签约成功 我们要连线林静怡医师 请教李医师怎么看 这个签约就代表成功吗 还说真正到货才是最主要的 我想这次如果说双方 尤其是包含德国 BNT都表示出肯定的态度的话 那大概这一次的约应该是签的成 不过当然到货的时间 目前看起来听说可能要到9月之后 这还蛮合理的 因为以现在来看 你以他出货的时间等等 我们从之前的签约 大概也不太可能是在你签完约之后的 一两个礼拜货就到了 所以说简单来讲给大家一个讯息 就是说在现在即使BNT这个约 可能签得成的情况之下 国内轮道打疫苗的民众 还是先去接种 不要在那边用等的 因为你还有可能等两三个月以后 那这里面大概有几个事情 就是说这次的成功 这次能够达成这个状况 大概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事情 我猜就是上海复兴那批8月底到期的货 他们算一算情况 大概也消不出来了 所以没有做这个 在这样之前一直不停的 要把那个货倒给我们那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个要求 是我们希望从德国的原厂进来 所以我们不可能拿那批货吧 对不对 对啊 当然了 我们不可能去拿那块过期的嘛 对 而且现在看情况 应该就算是我们整个流程走完 他们那批货也来不及 那我们也要求是不可以是那批嘛 我们要求的是从德国原厂那边过 欧洲原厂过来 那这一次我觉得协调里面 当然还是要感谢这么多的民间组织 一起去帮忙协调这件事情 那政府授权给他们 他们帮政府拿着政府授权去谈 可能这是一个 就是说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对药厂来讲 他对外还是讲说 这是政府授权他们来谈的 所以还是政府对他们谈 这样子药厂比较能够 对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去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跟台湾有这样的合作 但是回过头来 对于某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动作里面 他们又可以解释说 这是民间组织的功劳 跟台湾政府没有关系 我相信这是两方 大家都能够得有一个退路 那这一次能够这样谈 我觉得其实这过程中 应该有非常多人在中间的协助 除了现在所说的这两家 这几家厂商 就是我们讲民间组织 非常认真的帮忙 那国家也这边给 把授权等等的所有条件 都给的比较快速之外 我相信这个过程中 包含德国政府 甚至包含美国政府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其他国家的这种政治上面的力量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所折冲了 那至于说到底能够讲到什么程度 这里面是不是德国政府或美国政府帮了什么忙 可能在我们拿到手之前 这个资讯有没有可能知道 我觉得就看整个政治上面的敏感 但是有一些人在今天 我倒是看到有些人说 他们先感谢北京那边 感谢中国那边说 谢谢你们的帮忙 这句话我觉得就讲错了 是因为我们早就该拿到了 因为我们早就该拿到了 我们BNT的月 本来之前就已经政府签的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是他们把这件事情扣着 他们把这个东西踩住 不让我们拿到货 现在他们就算是放手 我们也没有感谢他的道理 他是挡了我们 几乎是半年的货的事情 那当然了 可能在国际政治上面 或者相关的政治讨论上面 各自有一些政治上的盘算 最终中共这边决定稍微放手 或者是不再去做这样的抵抗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这次的合约大宗 说是要降低政治敏感度 但看起来是高度政治来施机 德国BNT指向 特别出来说感谢 能够提供台湾人欧洲生产的疫苗 这份声明的重要性要如何解读 再来就是说 他这个合约上面写台湾地区 有人在讲说台湾地区 有没有被矮花的嫌疑 因为这个合约是要多方 就是不只是这个台积电 然后跟这个上海复兴之间的 还包括需要由德国的BNT进来 然后政府因为授权给这两家公司 所以这两家公司 他们的捐赠就会必须提到 是中华民国政府台湾 也就是说 在这整份合约上面 其实我们的约都是用正式名称 这件事情就完全没有 没有矮化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这个德国的BNT要来说 我们很高兴可以这个帮助台湾人民取得疫苗 因为他们完全知道事实啊 当初本来就已经在跟你谈了 本来12月31号就已经 你的合约就应该要过来了 你就不过来啊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干扰嘛 那如果你当初可以不要管这些干扰 然后坚持你说BNT值跟政府来对谈的话 当初的合约如果成了的话 三月就可以进货了耶 三月呢 五月就可以买断五百万剂呢 就是通通到货耶 如果五月都可以拿到五百万剂的话 我们的小朋友学生是不是就都打完了 整个暑假小朋友全部打完了啊 不就可以顺利开学 还不是就是你们在那边卡 卡了半天 为了上海复兴 为了上海复兴背后的北京 然后所以搞到 搞到现在 最快也要到九月底 可能可能一切顺利的话到九月底啦 比较有可能可能是十月啦 因为过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手续必须要处理 好那这个事情 为什么到最后会变成说 由香港的复兴 然后呢 我们双边的对口 好像看起来表面上降低了很多的政治的因素 当然当然必须降低 那这个郭台铭的发文也就证实了 对嘛 感谢北京当局没有干扰 感谢他没有干涉跟指导 对 然后让整件事情变成商业机制 贵商业机制 可见在签约之前 通通就不是商业机制嘛 就是政治有在干扰嘛 否则为什么之前不行 现在突然间变形了 就中间一定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幕后 然后有一个你不能言说的东西 在在进行一些什么样子的奇怪的事情 对 来作为那个阻挠 那这个阻挠 美国白宫发言人就已经讲了嘛 德国驻台的王子陶也讲了嘛 就是因为被切断了啊 就是因为有政治干扰啊 这件事情不就 不就真相大白吗 对 就是你北京当局 好 那现在为什么北京当局要愿意退一步呢 让这件事情 好了好了 那我们就放心 让这个商业对商业呢 我认为北京当局一定知道说 台湾急需疫苗 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美国赠送给台湾疫苗 日本给赠也赠送台湾疫苗 使得台湾疫苗的货量上面 其实压力是减少的 所以中国在持续的卡 他对于台湾能够掐住咽喉的力道 自然就弱了许多 我们疫苗越多 对BNT就不是那么的需要 就你在卡 其实对台湾来说 你卡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管道 所以他一定可以这个判断到说 那我既然卡不了 台湾的咽喉 再加上美日跟德国 一定对北京施加压力 否则不可能说北京就无条件 这个松手 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看看 在中国的这个微博上面 这个是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这个是社科院副院长 他说 台湾又有了一千万人疫苗 他们仍然坚持说 这是大陆厂商 要卖给台湾的 然后等等等等 他最后 他说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情 是不是直接向台湾的这台积电 跟红海出售 而是向他们委托的医药公司出售 意思就是说 这个商业对商业 第二个BNT的董事长也站出来说 这批疫苗是德国原厂生产的 可以说给足了蔡英文免责 就是说台湾在这一局当中 其实是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保证 我们要签这个 疫苗免责的这些条约等等 其实台湾都达到了 我们原先设定的期待 BNT只想出来讲话 代表就是购置原厂 是最有力的证明 购置原厂 然后不会分装 标签也是直接制造 然后是从德国执送 这些我们当初设定的条件 因为保障安全 这一块其实我们都要到了 好啦 那这个今日头条 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文 之后 你看看微博上面 中国网友的反应 气死了 不要给挖 他这个大概就是讲台湾 现在铺天盖地 就是美国施压 帮助取得BNT 复兴在国内卖不出手上 一堆快过期的BNT 跪球挖买 两国交易没有中文复辟炭 这些言论真的是让人很生气 大陆这一次真是太失败 也就是说 连他们民众都知道 中国在阻挠 我们我们举的疫苗 也就是说 中国的民众根本就知道 一清二楚 谁在阻挠 就是你们自己中国政府 然后所以呢 这一次台湾买闹了 他们的民众 其实非常生气 那这些这些东西 其实都证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的确 我们台湾在获得疫苗 这件事情上面 比其他国家都要 都要负担更多 因为别人可能可以商业对商业 可以用直接这个 政府去直接跟疫苗 总场买都没问题 但台湾就不行 可是台湾就多了一道关卡 而这道关卡 看起来是还蛮有 蛮有这个力量的 在这种状况底下 当国内一直在那边讲说 政府都买不到等等 怎么怎么民众都买到 采购不利 疫苗政策失当 我觉得啦 就是说还是要冷静下来 回归到说 那别人有像我们一样 负担这么大的压力吗 看起来是没有 很多人喜欢在 在最近不断的拿越南的例子 来讲 那越南就说 你看他们都订了几千万剂 四千万剂 他们都已经到货 两个月而已 他们到货了九万剂 那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按照台湾的进度 台湾早在去年就已经买了嘛 只要没有政治的话 我们五月就可以全部都到货 我们整个暑假就可以打完这一批 小孩子的疫苗了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还是应该 我们拿到了疫苗 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是好的 既然我们现在疫苗充足了 有各种品牌的 那再加上国产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加快施打的速度 以及不要在泡口 自己人互相打来打去 削弱我们自己本身的实力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这次台积电 还有郭台铭 整个采购BNT疫苗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让这个全民能够了解 其实能够买疫苗 真的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来于湘君 因为很多的来自都在攻击嘛 政府采购不利啊 怎样啊 什么草件面 现在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本来就政府对政府 但这次却是把政府的角色 通通隐藏起来 所以蓝军还要去继续攻击 民进党政府吗 这个郭台铭先生跟这个台积电 这一次买到了BNT 一千万的这个疫苗之后 这个几家欢乐 几家愁 刚才时期讲了 对岸大陆小粉红气炸 炸锅了 把国台办骂翻了 把他们整个统战骂翻了 说你看 输了吧 怎么可以被美国打败 他们认为这次BNT疫苗 到达台湾来 让我们使用是美国胜利 这是大陆的这些小粉红认为 另外有一批人他很高兴 他高兴的不是疫苗获得 是你看蔡英文被打脸 你看民进党被打脸 对不对 你不是说买不到BNT吗 郭台铭买到了 台积电买到了 所以你以前说这个北京党 那都是骗人的 那郭台铭马上就出来做一个声明 所以你说疫苗是不是政治的东西 当然是只要能够影响 这个世界上次序恢复的东西 都叫做政治政治的这个这个产品 那疫苗现在分成世界上分两大集团 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 他开始捐赠你看八千多万剂 开始送给这个全世界需要的疫苗 大陆也开始搞了 中国大陆也开始针对这个达迪美洲 针对加勒比亚地区 毛起来送疫苗 但是他不是送 他是卖 他这个在统战之余 还是要有点利润 他是卖 对而且卖的还不太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中共为什么他要搞这么多BNT疫苗 其实BNT疫苗就是怕他的科兴 跟国药卖不出去的时候 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东西刚好就合了台湾的胃口 因为台湾不要科兴嘛 我也不要国药 我不要你大陆疫苗 但是呢 BNT是德国的哦 你要不要 所以他当时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掐住了这个突破口 我就用力的打 你看政府无能 政府切断两岸的交流 所以造成了台湾这么多人的 这个生病啊 生命受损害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猛打 那可是打到最后呢 日本的疫苗来了 美国的疫苗来了 开始发现整个国内的感觉就是 你看中国大陆对我哪是统战 根本在欺负我嘛 变成了反效果 疫苗不但没有得分 还失分了 所以他们开始要寻找别的方式 但是面子又拉不下来啊 面子又拉不下来 说我认输了 怎么办 赶快寻求商业模式 所以说这一次的BNT疫苗 能够顺利的采购获得 如果不是北京政府松口 怎么可能嘛 怎么可能 所以说郭台铭赶快感谢一下 谢谢北京政府 没有政治位 没有这种所谓的干涉 老共那边 连民众都觉得气死了 台湾埋到BNT 那所以冲落到尾 就是郭台湾在搞了 仲教很简单的两个原则 是我们对这一次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 最基础的要件 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国格 跟我们的国家尊严 绝对不能被矮化 第二个所有的一切必须遵照我国的法律要件要完备 很简单 外面不管你吵得怎么样子 这两个是我们当今现在政府所坚持的问题 所以才会绕了这么久 但是我北京没有那么乐观的看待 东西还没有到手进来 中间会不会有变化 谁都不知道 现在只是签约而已 跟中国打交道不要以为说那么简单 已经签了约 感谢北京 东西来了没有 刚刚讲是九月底十月 我们还在这里等 到底有没有 但是已经签了约 我们还是恭喜 感谢郭台铭跟台积电 至少他们完成了 跨出一步出来 后续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静待 静待其变 会不会很难说 我就不知道 对不对 中国的反应这么激烈的话 你以为中国他们真的没有再重新设计 重新要做什么东西吗 现在我们讲的头头之道 没有打护臂胎 没有怎么怎么样 到时候他要求说 你那我们是不是又翻脸了 所以我都有可能 跟中国打架 他必须一定要有这种准备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 但是有几件事情 我希望跟观众了解 为什么这个BNT这么重要 大家一直关注在这里 现在已经讨论到价格问题了 蓝营现在在挑 已经签了烟了 都完成了 他们开始要找了 一寄多少钱 开始就在炒这个 去年多少钱 那人家那是郭台铭跟台积电 去买要送给台湾政府的 怎么 你这个又不是国家要花钱 所以你们在这里征收 一寄多少钱 你们浪费 这是人家私人企业 买了捐赠给我们台湾的 那你去计较这个干什么 不过有一个重要就是说 这一次这个BNT的疫苗 将来这个如果进来的话 对我们未成年的学生 是大大的一个福音 那就要看能不能赶上开学 九月开学 对 现在最重要 现在卫福部最重要就是等这个东西 将来学生前面都施打下去 就是这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们比较关心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 这台湾到底是在逃生 学来学去 到底因为他这个计 经过这样的公布以后 我们现在在准备一进来 马上就要安排十八岁以下的开始 先打这个东西 这很重要的 学生也是我们的主力 要开学 如果没有这个防护力怎么办 所以这个跟大家解释 你才会了解说 为什么很多人在关心BNT的这个疫苗 这一次中国是把疫苗当成什么 战略物资 是作为防疫的一个工具 在这里打 对台的疫苗战 对吧 他们已经大外星 已经做出去 要把台湾变成一个防疫的孤岛 当时就这样宣传 那现在来了 他如何要对内部有个交代 这个疫苗的采购 他内部看起来有没有炸锅 所以郭台铭 感谢北京 我可以理解他的态度 但是事情还没有尘埃若定 还没有真正完结 现在只是签了这个约 给中国那边上海互新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德国三方 可是真正后面 还有一个真正的约要签 然后再付钱 再下订单 然后再包装 过程还很多 那时候中间会不会出钱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至少在现在为止 在我们两个原则要件下 我们做到了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台积电 跟郭台铭 这个红海 只是说如何能够把这个事件 平稳下来继续往前发展 这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防护 所以这是这个郭台铭 还有这个台积电 买到了BNT疫苗 郭董特别感谢北京 没有任何的指导跟干涉 来 正好 中国这次为什么要放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这件事情 从刚开始的时候 就我了解 中国内部就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根本不要放行 你从头到尾 你只要不要放行的话 台湾 他们叫岛内 台湾岛内疫情越严重 对蔡英文来说越难堪 你根本不要放行 你看有多厉害 那台湾在国际在采购疫苗的时候 我就尽量能挡就挡 莫德纳当中国挡不住 可是AZ或者能挡就挡 能卡就卡 这是中国内部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声音是 可是问题是现在 美国已经开始在拉拢台湾 美国莫德纳已经一直给 日本的AZ也一直给 北风跟太阳的概念嘛 就像我们讲的嘛 已经美国已经在当太阳了 你继续当北风的话 那你这个统战策略会越来越差 所以中国内部其实确实是有两种声音的 然后再加上上海复兴的老董 他其实在中国内部也有派系问题 他的派系跟现在习派 坦白说我只讲也不在同一边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在行事 所以至今中国内部 还没有开放BNT进中国 所以说为什么郭台铭 或者说台积电两个都一样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低调低调再低调 不管有再多的这个独家放出来 或等等的 不讲话就不讲话 非常不像我认识的郭台铭 郭台铭过去的个性 就是你你你只要稍微讲他 那马上就开口就骂了 低调低调再低调 就这中间确实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中国内部 你看现在有几个国家都表态 第一个德国有表态 包含德国的在台的大使 都已经说这东西经济 德国经济部网已经有去协商了 可是一直等到什么 国台办说 国台办乐见台湾地区的同胞 使用这个上海复兴代理的BNT疫苗之后 后面速度才慢慢加快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其实面对这个疫苗议题 我的态度一直很清楚 第一个 你就让台湾最 第一个国台民最有钱 第二个台积电国际关系最好 第三个持绩国际间最有组织的 我们叫NGO 就是社福团体去试试看 买得到全台湾之府 大家都有疫苗大 买不到了更落实有人在挡疫苗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是win-win 是双赢 尤其是在蔡英文总统介入之后 然后会谈了台积电 会谈了这个郭台民之后 后面促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会看 大家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其实政府有努力 民间有努力 德国有努力 然后中国从一开始的党 到后来不得不放行 这个态度也是非常非常明确 也就是时间拖又久 对中国并不利 并不利 上海复兴 他也有合约问题 他这一亿季弱 没卖出去 他亏损了 就我了解上海复兴 从头到尾都想卖 从头到尾都想卖 他这就是赚钱而已 可是中国内部 就是有统战的态度问题 就是你到底要当北风 还当太阳 在内部一直瞧不定 所以到最后定调 到时候整个事件才稍微相对稍微快一点 快一点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要讲签约确实是一回事 可是为什么昨天郭南明在半夜发文 还说他其实没有办法放下心 因为签约是一件事 到货又是另外一件事 中间有没有可能又拖拖拉拉的 因为有这个BNT疫苗 就是mRNA疫苗 不是做出来装品就给你 他做出疫苗后要禁制 要禁制四周之后 他才可以稳定下来 因为他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物质 然后你要禁制四到六周之后 才可以稳定下来 然后才可以运送装箱装品等等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光是一切顺利 大概都要等到九月 对 最快九月底 对 那如果中间再稍微卡一下 卡一点 东卡一点 西卡一点 东卡一点 西卡一点 什么上海附近再来个文书等等 哇塞 十一二月 对 其实我不担心科学问题 政治才是最大问题 老共会不会中间又有什么变卦 不知道 不知道 搞不好中间中美局势又有什么改变了 或者说中国跟美国又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又拿台湾出气 所以这件事情你看 郭台铭昨天 他说他 我解读 他心只放了一半 就是签约这部分 那到货这东西还是要 所以我一样 我们就近代 他如果来了 坦白说全民之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所谓的BNT表 是唯一一个有做十二岁到十八岁的 我们国高中生 就是十二岁以上到高中高三为止 目前是没有疫苗可以打 因为都没有相关时间数据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进来的话 就像指揮中心专家会议说 建议让十八岁以下的优先师大 这是好事 所以整件事情 我是抱持着审慎 而且乐观的态度 台积电跟鸿海 这次跟BNT能够签约成功 其实各方有多种的解读 我们看到包括现在能够抵台的时间 因为刚刚来宾大家都讲 至少可能都要九月十月了 所以是不是能够赶上我们的开学 那也的确是打一个问号 再来就是说原厂的标签 是原厂制造标签 不会有复辟态这样的标签 再来购入价格 美季进口价格 大概是三十美元 相当于这个香港取得的价格 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温朗当中说了 中国打败仗了 BNT多方教育成功就是中国知道 这个已经打不下去了 再来这个师大政研所教授 范世平也说 上海复兴在销售的协议中 提到行政院国发会的这个名称 指称台湾政府部门的这个权衔 值得玩味来这个名誉 所以范老师所注意到的 讲到行政院 过去这个在中国那边 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以前在中国 讲到这个台湾政府的话 就要讲到台湾政府的领导人 或者是讲到行政院的话 就要讲到什么行政机关的什么 这个领导人 类似像这样子 他们都把它搞得很复杂 那坦白讲 你就是说这次 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我们这次合约 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像商业合约的模式 就是两方都是 比如说鸿海 然后这个永龄 然后对方是这个香港复兴 没有出现在官方名称 但是这个合约 坦白讲 我们的政府都还是要细细的看过 而且最重要是我们达成了什么 三个原则 原厂制造 原厂标签直送台湾 因为合约签下去是这样子 没有错 可是你要想看 香港复兴 他毕竟只是代理商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原 他只是代理商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原厂制造 没有原厂制造 如果没有我们双方在看这个官方 看这个合约的话 你将来出了问题 你找代理商 他能够负责吗 他无法负责 他无法负责吗 你到最后还是要原厂 还是要我们台湾的政府来做负责吗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打了 譬如说未来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或后遗症副作用 你包括永龄或是台积电 他也没有办法来负责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回到他最后捐赠 我们还是要给他紧急授权 这个我们的官方还是要介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合约才要看那么久 除了合约之外 我们的官方要负责 所以我们最后是达成了原厂制造 原厂标签直送台湾 我认为就是对台湾的疫苗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回过头来 就是刚刚大家有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行政院国发会 这个当然是蛮重要 因为代表我们官方的一个立场跟态度 就是将来你出事的话 就是还是以我们官方的负责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是讲过 就是说刚刚讲说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中国最后还是放行 因为中国能够操作的政治筹码越来越少 是 除了这个美国跟日本 加上我们自购的疫苗 就是慢慢的已经就是这个达到了一个覆盖率的目标 之外 另外我们的疫情这几个 这几个礼拜来也慢慢的控制住了嘛 所以大家就是说也没有说像以前这样子 好像觉得这个打非就像当时这个五月十几号 这个爆发三级警戒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不怕死 现在这一开始疫情又慢慢的趋缓了 所以大家可以开始慢慢耐心的来做等待 那问题是说你看在我们采购这批疫苗 尤其是BNT疫苗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日本 大家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日本韓国都可以打到BNT 什么的 越南也可以 那为什么就独独 台湾不行 那所以这个回过头来 你还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嘛 你要中国你没有卡 的话我们跟日 为什么我们跟原厂买不行 人家日本韓国越南就可以 对 别的国家不会有台湾 这样的问题嘛 对嘛 那你就是就是中国大陆 你就是一定要用上海复兴 把台湾框在里面嘛 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来卡嘛 那不然为什么大家合作做生意 我跟原厂买 你钱 钱 你们自己再去分 为什么这样 这种商业逻辑 为什么不行 所以大家这个 中国没有角色在里面 其实这真的是很难说的过去 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这次讲到钱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网友也是在care钱 包括说这个郭台铭讲说 他们买的一劑是三十块美金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时不管是东洋或是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买的更贵 信东可能买更贵 然后四十五块 在野党就有话要讲 就说为什么欧盟 那时候买十八块 二十块 那美国买十九块 那为什么我们当时采购比别人贵 在野党我记得那时候 每天都在看记者会 他们还讲说陈时中说 三十几块没有看过这个价钱 对 就是一直在骂这件事 为什么买的比别人贵 那这一次郭董 我知道了 郭董 就是说昨天他也公布 他买的价格是三十块 那很多网友就说 那郭董你买的比较贵 那后来这些人也被骂 就说人家是自己出钱的 关你什么事 他今天就算买五十块钱 也没关系 就是有钱 所以就说政府在采购上面 确实是有很多的困难 包括大家都还会去比较 然后你多少钱 大家都会去斤斤计较 而且你要比较 你要看十几点 去年跟今年的状况 再来人家美国跟欧盟 人家采购几季 我们采购几季 对 因为我们的市场 本来就比较小 而且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 就是说不敢全压 因为当时輝瑞还在研发当中 你知道世界各国很多人都在研发 包括说南亭典 我们的国光 后来我们这个也没有 就是在他的研发过程当中 也没有成功 所以事实上大家那时候 魏夫部为什么不敢全部的 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全部都去压輝瑞 我们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当时的 輝瑞在研发你那个预购价 本来就会比较便宜 欧盟人家这个是大量的采购 欧盟买了之后 再去分发给其他的国家 是 美国也是啊 那所以就是你那 我是说好债 好债这次是台积电跟郭董 他们用自己的钱去买 所以就算你买多少钱 那你都其他的这个在野党民众 没有毋庸置疑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 买到这个价格 你没看这次 大家又要炮身隆隆 对的确 其实现在民众呢 最关注的就是能够打到疫苗嘛 至于一记多少钱 老实讲 那就是郭台铭或他有钱 台积电他也有钱去买嘛 要需要计较那么多吗 但是我们也看到 郭台铭跟这个台积电 也的确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来 洁明哥 特别是我们说德国政府的角色嘛 是不是有介入 再来中国方面呢 是不是也要看台积电 这样的角色呢 外界提到了晶元力量 所以他是不是也必须 这一次在放行的这当中 考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先回答中间消息 其实我们在之前 台积电大概不止一次说 他们不会在德国设工厂 我们都有这种声音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礼拜四呢 台积电要发说会 今天就抛出一个讯息了 他会在德国设工厂 所以这里面 有没有一些转折点 怎么时机点这么刚好 就是很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上礼拜五之前 我们所得到的讯息 就是台积电 绝对不去德国设工厂 而且他不只说一次 他说了好几次 但最新消息呢 他在日本跟德国 都会设工厂 而美方也说了 美方现在非常在意 台积电在南京的 28奈米扩厂的问题 这是最新的消息 也说美方呢 其实很希望 台积电不要在南京扩厂 这也牵扯到其他公司 是不是要到中国 去扩厂的问题 好 但是这些消息 并没有影响到台积电 今天在上礼拜五的ADR 是大涨了2.4个百分点 但是有趣的是 台积电可能去德国设工厂 这里面是很好玩的 所以路透社就这么讲了嘛 路透社说台积电很关键 我们并不是说郭台铭不关键 而是这里过程当中 他就提到一件事 科技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指的就是台积电嘛 所以这个台积电当然关键 不过干预的那个价格 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德国政府 欧盟政府还有美国 他们在 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 辉瑞进入到三期的时候 川普是给了多少钱 川普给二十亿美金 二十亿美金 你也称一八八 你称一二十八 这个数字贴文数字 所以他们在取得疫苗价格 其实已经把当时 投资他的二十八亿美金 其实就已经是折算完了 所以不能你看那个中断价 就要十几块钱 拜托 那欧盟也是 当时这个就有一些 来自于就是COVEX里面的声音说 那个欧洲都是赶快 就是大量投资 自己的本土疫苗 让其他就是第三世界 要发生疫苗的能量就缩展 当时就痛斥了 你知道这全部加起来 金额是上千亿 他们投入钱 包括什么交参 这些等等 都是来自于美国 这些大国家 他们直接拿政府钱去投资 你知道我们投资 高端跟联亚多少钱 十二亿新台币 我讲是台币 所以这件事情 你不能去相关 所以我们投资十二亿 所以我们取得价格 就八百块钱 所以这样去比较价格 真的没有意义 你不能这样比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所有都知道 当时其实政府 在考量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今天一开始 没有投资它 像上海复兴 一开始就有投资 所以要取得价格 一定会比较便宜 你要把这个投资金额减掉 那当时去年政府 为什么 因为政府有开始解释 说为什么去年买量 不是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价格 你并没有投资的话 价格很贵 你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以色列是市场价格三倍 所以疫苗一开始的价格 除了AZ一开始走 比较平 比较就是温和的价格之外 其他一开始价格都是很贵 那当然当你随着量产 还有效能变大 还有你在各个地方代工厂 都慢慢分担的时候 你价格当然就会跌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 你不能拿 像这样一样 你买很多东西 像鸡肉价格 猪肉质量价格也涨 你不能说 为什么我不买去年的猪肉 这什么鬼 而且欧美一下单 都是好几亿剂 还有就是我们说没错 价格取权于数量 你数量大 像最近很多人就抱怨说 他买的这个所谓的家里用的快塞剂 比美国贵 拜托美国几亿人口 台湾几万人口 所以这两件事不能去 去说相囤必论 但是这背后里面 确实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国台办也讲话 国台办有点哀怨 他是说 其实他们还是觉得 他们的国药跟科兴很好 还是希望台湾能够跟中国买 已经国际认可的国药跟科兴 大家讲一句话说 但是如果上海复兴能够卖的话 他们也乐观其成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时间已经不在中国这边了 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 美国跟日本就这样子 几百万机 几百万机送到台湾来 他们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时间已不在中国 今天也不是说郭台平 或者是我们之前买得到买不到 而是时间不在他那边了 所以我另外一个解读 其实为什么中国的网媒 会这么崩溃 因为他们用不到BNT 他们用的是科兴 他们又是国药 最近在广东在云南 就发生一件事 德尔塔还进去的时候 整个大崩溃 所以他们当然自己心里想 一些事情 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 到底在中国的中南海 那些高官里面 你打的是谁的疫苗 你打的是国药还是科兴 还是打这个辉瑞呢 这是大家所在的意义的问题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都很担心说 到底会不会到货 确实我们在这个之前 COVAX 本来要给我们九点八万剂 我们大概四月份就有 没有 但是回来一件事情 随着时间越来越 对这些疫苗上市的速度 越来越大之后 其实中国能够发挥的效能 党的能力更强 所以郭泰銘也事实 谢谢北京 这也代表一件事情 北京自己立宁板 再挡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对 所以就时间来看的话 并不是站在中国那边 中国的疫苗战 是不是一败涂地 拖到最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 我们看到国台办怎么讲 他说台湾有各种传闻 讲中国阻挠疫苗 就谣言不攻自破 他说这有些人蓄意操作 难道他们不想让台湾同胞 早日拿到疫苗吗 来正好 国台办哪时候讲话有这么温情过 谁不希望能够早拿到疫苗 那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够使用 这个BNT疫苗呢 现在这样子讲 能够减款台湾对中国的恶感吗 中国一开始在强力推销 叫什么东西 国药跟科兴 他不是推销BNT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这一次所谓BNT 真的顺利进口到台湾 有两件事很清楚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权 不及于台湾 台湾就是归我们中华民国管 台湾就是归台湾政府管 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这个EUA的紧急授权 是由中华民国政府 也是台湾政府给的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的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的不算 第二件事情 最后BNT原厂制造 包装直送台湾 对不对 但是最后台湾人打的是BNT 德国做的 不是中国制的科兴跟国药 换句话说 而且BNT他说 没有复弊胎这三个字 对对 没有复弊胎这三个字 其他有 我也觉得没有差别 你 我们只需要确定 那个疫苗是德国制造原厂 对不对 就算写简体制复弊胎 我都觉得没有差别 不行吧 很多人 这恐怕出问题 很多人心理代官过不去 可是你理性思考 这个疫苗原意在德国做 在原意包装 在原意分装 然后德国直接到来台湾 你就算心里写复弊胎 这跟管阳权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大堆手机上面都写 中国制造 对不对 这心理上问题 可是实际上打在身体 不会有问题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中国一直要推科兴跟国药 最后没推成功 换句话说 台湾决定 决定台湾要打什么疫苗的 也不是中国 对不对 所以你看EUA 不是中国发的 台湾要打什么疫苗 也不是中国决定的 那你看这些都证明什么中国安全不及于台湾 所以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内部一开始一直反对的原因之一 他会让国际间发现 或说其实国际间早就知道也没那么笨 就是说他又在坐实了 你所谓的一个中国 其实坦白说 那是你自嗨的语言 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德国也放行 对不对 你在这个里面 德国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角色 跟非常大的力量 来立出这件事情 包含德国驻台的大使也特别讲 对不对 我后来搞懂一件事 白宫发言人沙奇 透过路透社说 美国留意到台湾取得疫苗的过程中被截断 对 这句话从头到尾不是讲给台湾人听的 台湾人早就知道中国在挡我们疫苗 这句话讲给谁听 德国政府听 讲给国际社会听 因为现在有几个疫苗 台湾都拿到了嘛 AZ拿到了嘛 莫德纳拿到了嘛 对不对 那交生我们是没有去买嘛 对不对 Nomabex我们也没去买嘛 我们想买的 我一想买想签 签不到只有BNT嘛 所以当这句话 沙奇以白宫的高度 沙奇在路透社公开说 有人在党中台湾拿疫苗的时候 这个有人在中国的时候 德国如果继续配合中国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德国是中国的西韩 对 中国叫你卡就卡是不是 所以当沙奇讲完这句话说 是在国际政坛上发酵 在德国内部 我相信 德国没面子 我相信 美克尔也没面子 我相信德国内部有发酵 因为德国也在选举 是 所以白宫沙奇讲这句话 我会搞懂 因为其实他不需要 如果要讲给台湾人听 他用谁来讲 AIT讲就可以 他透过AIT讲这句话就好 你用白宫的高度 就是跟整个欧洲大陆 包括全世界讲 对 全世界讲这句话 所以后来也促使了德国 在这部分 我感受到 直观感受到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所以整件事情 其实确实确实很复杂 但是我其实当然 我老板先生角色 过去我评论这个议题 我都比较保守 原因很简单 我其实不想管这些 我只想知道说 如果疫苗来了 年轻的朋友有的打疫苗 那些国中生 有高中生打疫苗 我觉得就OK了 所以这些东西 是我身为一个政治评论员的分析 可是我觉得最好角度是 蔡英文放行了国内政治的部分 而郭台铭跟台积电 进了一个民间企业 可以协助的部分 而九月底最好状况是 台湾的年轻人 在开学前可以打疫苗的话 那对于台湾的群体免疫 又有帮助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重点 对一般台湾人来讲 当然能够打到疫苗 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问题是有人拿疫苗 来做政治操作 包括中国也包括国民党 国民党党主席江启成说 回溯过去 如果政府放弃意识形态 大家不会那么辛苦 来时期 现在这个都已经签约完成了 也希望到货能够成功 那江启成还在做政治操作吗 对他不但在做政治操作 而且他显然对于国际局势 完全没有一丁点的理解 就是说我觉得 他最近每次的发言 都让人惊讶说 哇原来你程度 怎么会如此的低落 完全没有看到中国角色 对那马小光 他讲说台湾有各种传闻 让中国阻挠疫苗等等等等 他其实今天还讲一段话 他就说台湾的领导人啊 怎么都不以台湾人民的健康福祉为面呢 因为我们中国老早就已经要送科兴跟国药疫苗给台湾同胞了 也就是说人家话都讲到这么白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在野党竟然还附和 这个就很怪了 就是说你明明就知道谁在党 你一定也知道说 现在在 为什么到了现在 我们终于可以买到 显然美国跟日本还有德国 甚至台积电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 台积电当初到总统府里面 还有这个鸿海的 这个郭台铭跟那个刘又彤 他们到了总统府里面去开会的时候 台积电是带着自己的法律团队进去 就他们在国际上面的人脉 以及法律团队的这些优秀 才可以说是这一次 这个成功的 那个最原始的 那个起头的关键 那德国为什么会在这一次当中 这个好我们要卖 然后还赶快发声明说 BNT我们很高兴 可以提供疫苗给台湾 台湾人民等等 我知道是德国的经济部长 其实在当中穿梭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有去出力 那当然看准的就是台积电 就是台积电对于德国来说 重重要 超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经济部长 在那边东窜西窜 拜托 赶快可以 可以让BNT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疫苗采购能够尽可能的顺利 然后成局嘛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次当然是一个各方都都非常努力 然后目标一致 然后在这个共同努力的状况底下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好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成果 这个当然会是台湾人民的整体胜利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当初设定的各种顾虑安全的条件 如今都达到了嘛 那所以当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会觉得在野党其实也应该是也应该是一起团结的开心说啊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更有保障嘛 因为这个疫苗进来达到的一定不会是只有绿的或者是只有蓝的嘛 就是全民大家共享的既然能够大家共享能够增加整体的覆盖率 这对台湾整体来说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所以过程间我相信江启臣一定很清楚 我们从去年就在跟人家谈 我们老早在去年该签合约都已经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生出这么多的波折 我相信也不用到江启臣这种位置 就是随便路上问一个路人甲 有没有人在冲糠他也一定多少知道全世界整个地球 谁会冲臺灣的糠不就老共吗 如果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会觉得说江启臣 还是应该要用一个更高一点的格局 以及更有智慧一点的发言 对于国民党来说 整体的形象才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这样子一直在那边东搓西搓 就是有点目光如豆的这样 在人家背后这样拿个小叉子在那边搓搓搓 这件事情无助于国民党的壮大了 那所以我会期待说 既然现在已经签约签成了 美国也帮忙 日本也帮忙 德国也帮忙 台湾的台积电跟鸿海 大家都很帮忙 这都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国际局势就真的在改变 老共的施压从来没有中断过 那因为国际局势的改变 谁是盟友 谁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 麻烦江启臣一定要看清楚 对的确 谁在卡台湾的疫苗 已经这么的明显 但是江启臣还在说 如果政府放弃意识形态 这怎么会是意识形态问题呢 再来网友也说 即使没讲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跟韩粉人 这些人视而不见 那于将军 当然我说我们喜欢吃炸鸡 跟喜欢养鸡来当宠物 那两种对鸡的喜欢是不一样 一个是要把它吃掉 一个是养来呵护 这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状况是一模一样 这次BNT的疫苗进来 我相信全台湾都很高兴 都很高兴 不管是如何的政治角力 或者是放弃政治因素 得到BNT疫苗 我觉得全台湾的人民的胜利 但是呢 有些人高兴的角度是不一样 他高兴的角度叫做 见烈行喜 你看吧 当时就可以买三千万剂 就是你们要坚持某个东西 所以拿不到了 如果不坚持像郭董这样 早就买到了 那其实我就讲 为什么在这整场疫苗的 这个所谓争夺战之中 国民党没有获利 因为你国民党 你到底帮了什么 你帮了郭董吗 郭董出来 来斡旋这个疫苗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出了什么力 还是台积电要去跟 这个谈疫苗的问题的时候 你国民党出了什么力 没有嘛 没有嘛 你只是不断的在开记者会 就开始嘲笑政府 然后甚至开始畅衰国家 买不到疫苗 一定拿不到的 那你的办法是什么呢 你的办法是什么呢 把所有主权 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尊严 全部丢在地上 然后跪求吗 对 这中共就喜欢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 朱凤莲曾经讲过 我们都准备好了疫苗 只要你台湾点头马上送过去 要不要嘛 这当时朱凤莲讲过 怎么跟今天马小光讲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如此的泼辣 一个是如此的温暖 要还是不要 要还是不要 你要不要 那当时就是什么 就告诉你 你只要点头是我的一部分 我告诉你 整个送过去 也不要什么紧急授权 中国帮你授权 我们是祖国 我们授权之后 台湾人民出了什么问题 祖国负责 我问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打了大陆的疫苗 出了问题 你怎么去找北京负责 你要跟他找怎么负责 他是共产制度 他告诉你 我给你就不错 打死刚好而已 那你是要怎么办 国家是要对人民 做最后的一个保障的责任 所有的疫苗 不管是AZ 不管是莫德纳 你出了问题 我们不会去找美国 我也不会去找日本 国家负责 国家帮你做 所有的调查责任 甚至赔偿 这就是叫国家最终责任 可是呢 你怎么会说 我们为了颜面 为了尊严 不是的 那是为了全中华民国 人民的健康福祉跟保障 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 那这一次 我觉得郭台铭先生 跟这个这个这个台积电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就是国家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在国际上 国家靠实力 那经济层面的 做生意的靠力靠互利 我跟你可以谈什么互利 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层面 跟你谈好之后 为了国家 我尽一分力 即使我多出钱 为了人民 我愿意嘛 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我愿意多出钱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官方走不通 透过民间的方式去走通 获利的是什么 是大家 是全国人民 而国家出了什么利呢 国家就是默默的授权 如果国家没有授权 不会跟你签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整个民间 跟政府之间的大获利 最大的获利的人 就是所有的国家 所以这是意识形态 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说法 是连国家的包括名称尊严 可以通通都不要吗 对国民党来讲 他还真是意识形态 他认为台湾应该去打中国的疫苗 这才叫政治正确 我现在看见 郭台湾民他们这次签约了 按逻辑来讲 会洪差 那你们应该去跟红孩台积电抗议了吧 你们应该去他们门口挤牌子吧 怎么会你当时在总统府前面 接受路挤牌子你要疫苗 好了 现在人家签约了 疫苗要来了 你们不应该去抗议吗 所以有时候无理起闹 到底让人家悔以所思 中国的晚民 中国的小粉红 玻璃心碎满地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长期就是这样子 但是对国民党跟一些红媒 他们那种无厘头 让人家真的啼笑皆非 到底他是站在哪一个立场 到底他是站在哪一边 你完全都可以搞不清楚的 到今天为止 他们知道这个签约已成定级了 也不敢赞美 也不敢公开说 这个台积电跟郭台湾民了不起 政府这个安排是正确 也不敢怕得罪中国 然后他们私下还想见风插针 找出一个问题出来 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 以前早就可以买到的 为什么到现在 这是一个理由 他所制造这个理由的 做一个假象出来 是怎么讲呢 因为在富航国产疫苗 他把这个事情跟国产疫苗 可以结在一起 国产疫苗不是在这里实验 第二期第三期 他把他结成 你看 小林政权就是在富航国产疫苗 所以不跟德国买这个东西 不能早就可以买 这是一个 在一起连结 东洋 连接的时候就可以买三千万劑 为什么现在把他挡了 又讲到去年 当时一劑是三十块 民进党就是有立法委员出来干涉 找另外一家要四十五块 他可以这样连结 中国的干预 大家臺灣人民都了解 也知道怎么处理 就是国民党这种东西 那个网路群组这样一直在制造 这些假象 你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可怕 没有疫苗的时候 在那里大骂 要疫苗 现在疫苗来了 他们可以把他牵扯到过去那一段时间 什么还要成立调查调建小组 要调查什么疫苗采购的问题 这次人家政府也没花半毛钱 是由鴻海跟台积电去买的 他还要在挑参主事 当年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是觉得一个问题很奇怪 如果东洋当时那么容易的话 林全是干过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如果真的有问题 林全会不讲出裡面的内幕是什么 黑幕是什么吗 所以我说拜托国民党用一点脑筋 当然现在牵扯到他们这个党主席 党魁之争 江启臣现在自己地位岌岌可为 对 但要延的时候 说不定江启臣就被边缘化了 今天是原定违解封的时间 原本希望给餐饮旅游业一线生机 但没有想到地方县市是纷纷的逆时钟 不开放餐厅内用 那这个行政院长苏文昌就说了 虽然中央有提出三级违解封的办法 但地方有自己的做法 那甚至严格就像颱风架码放不放就由地方 来自行决定 那从上礼拜到今天两三天的时间 有一些县市原本是开放餐厅内用 后来因为有些民众 然后媒体开始骂了 所以又转向 所以现在多数县市都是禁止 餐厅内用 那目前唯一只有澎湖县是开放餐厅 是可以内用的 所以名誉 现在让地方限制去负责了 所以大家都縮起来是不是 这个真的没办法 我现在解释 为什么澎湖他愿意顺时钟 其实有一句话说是那个顺时钟 但是逆了名誉 因为澎湖他是三十八天加零 所以他们认为说 对 目前的这个根本没有疫情 对对对 那我先从台北市的例子 开始讲起 因为台北市 大家知道那个北北基 他们是这个大家共同的县市 当时这个新北跟基隆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就是即便为解封的话 餐厅还是不开放内用 就是外带 那他 但是这个台北市是最后最后 才知道决定要不要公布 就你知道我包括像新北跟基隆的 有些公务员朋友 就蛮紧张的打给我 就说台北市到底决定怎么样 因为他们真的很紧张 你知道 因为如果说台北决定 就是顺时钟要开放 就是继续维持餐厅可以内用的话 哇 他们会被业者骂 开放的话会被业者 如果说这个台北市开放的话 新北跟基隆 他们他们压力非常大 因为业者会骂 因为业者就会说台北市 人家这个首都都开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基隆 新北你们不开 因为台北双北疫情反而严重 其他限制是应该业者期待 能够解封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台北也开的话 哇 那这个民众也会来骂 业者骂完 换民众骂 民众会说 那未来这个是不是 大家都在台北工作的话 我就吃饱饭 我在餐厅吃饱 我再回基隆或回新北去 那是不是有可能也把病毒都带回去 所以这个大家为什么对台北市 到底要不要开放 会这么紧张 我是以台北为例 这个例子 那必须要讲是说 你现在这个就是要不要开 当时有一个被骂最厉害 就是黄伟哲 因为黄伟哲后来台北市也决定 慎从民意 就是他们决定这个餐厅还是继续维持外带不内用 台北的危机解除了之后 现在换台南 台南当时是在上个礼拜还是六都 六都唯一的一个县市 是开放这个餐厅内用 结果有到黄伟哲 一个晚上他的脸书整个被灌爆 被骂摊了 骂到后来 因为那个他们大部分骂的理由是说 如果你只有台南 开放这个餐厅内用 那是不是附近所有的这个这个居民 通通都跑来台南 因为只有台南你可以 大家吃饱 那跟台北当时的危机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黄伟哲 他也赶快就是开记者会说 好好好 那我们这个赶快改一个方向 我们也决定这个 这个就是餐厅维持外带 后来连包括南投 彰化什么的通通都跟进 所以你就知道民意的压力 大家还是对于说 现在没有在清零 我觉得台湾人的有一个迷思 就是在没有清零的状况之下 你要这个如果有点开放的话 这个这个大家还是会觉得不安 所以就新闻调查就是说那个围解封的负面声量 比正面声量要高两倍 所以大家对于现在这个状况 还是觉得说你与其干脆就一次痛完 我就是把这个台湾 可以把它做成清零之后 我再来做决定 再来做这个开放的一个决定 最后要讲了 你说现在就是开也是顺了 故意逆了扫意 有的人高兴 有人不高兴 就是这个我们讨论过很多 但是你说餐厅内用这件事情 现在不是全台湾只有澎湖开吗 那你去搭配那个国旅 有没有 就是这个国旅不是说九个人可以成团 就高雄也那个也旅行业者 也叫苦连天 你知道他们这几天国旅开放 他们接单是多少吗 是零 因为他说你餐厅不开放 这个他们带团也很困 客人带团出去 去哪吃饭 对你带团去高雄 他们你没有餐厅给你内用 难道一个人发一个便当吗 这也非常奇怪 所以这都是联动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多少反映民众的一个心声 对的确 因为说要唯解封老实讲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民众会担心害怕 但是有一些行业 也的确是快撑不下去 来正好陷入两难的情况 那当这个中央说 那你们就各县市自己决定 结果大概就比指挥中心 还要更保守了 我觉得要这样讲 第一件事情 没有所谓地方逆时中 这件事 陈时中的解封指引 第一条授权地方应时应地决定你要解封哪几项 换句话说这本来就是我授权给你的 什么叫逆时中 是说我不可以 你偏要 我说我可以 那你偏不要 这叫逆时中 问题是我本来就授权给你 这没有逆时中的问题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指挥中心 有人说指挥中心这叫甩锅 不愿意背责任 但是我要谈你指挥中心 如果今天用统一的标准 让全台湾统一解封才叫不负责任 刚明依姐讲嘛 澎湖三十八天加零 金本更厉害 五百多天加零 金本到现在还是零